在当时的朝廷里边 朱有俭这个名字的意义 就是没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朱有俭啊 生于万历38年 自打出生以来呢 一直是悄无声息 什么亭基案 红丸案 一公案 三党了 东林党了 六君子了 你什么时候听我说过朱有俭的事 他一直很低调 从来不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 当然了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但是他是个明白人 至少他明白 此时此刻照他觐见 这个事情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他自己心里什么而轻啊 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 没有丝毫的客套 一见自己的弟弟来了 抓住弟弟的手 说了一句话 来吴帝 当为尧顺的 尧顺是什么人 大伙都知道吧 朱有俭一听就惊呆了 想这种事多少 你得开个会 大伙探讨探讨嘛 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突然收赞大份礼 你这都不多不好意思 而且他一贯知道自己这位哥哥比较迟钝 没准是魏忠贤设的套 所以呢随即做出了大法 臣死罪 那意思就是我可不敢答应啊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 皇帝这时候已经撑不了太久了 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 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 非常危险 绝对不能答应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个人从屏风后边站了出来 搭破了将军 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 张皇后转出来了 他对跪在地上的朱有俭说 事情紧急 不可推辞 朱有俭一看张皇后出来了 顿时就明白这件事靠谱 马上就答应了 8月22日 足足玩了七年的木匠朱有孝 驾崩 年23岁 就在那一天 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 他立即封锁了消息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 在彻底控制证据之前 绝对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 就在那一天 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里的英国公张维英 你干什么 你进宫干什么 这皇上驾崩了 你不知道吗 魏忠贤一听谁告你的 皇后告诉我的 魏忠贤确信 完了 女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刚刚驾崩 皇后就发布了一招 召集英国公张维英入宫 在朝廷里唯一不怕魏忠贤的 也就是这位张老爷了 这位仁兄世气公爵 无数人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他还在那 张维英接到第一个使命 就是迎接新王即位 事已至此 魏忠贤明白了 完了 还选 选不上了 17岁的朱游贤 得 好歹就是他了 魏忠贤立即是 见风使舵 派出亲信太监 前去迎接 朱游贤终于进宫了 战战兢兢的就来了 照一望程序 先读遗诏 然后是劝禁三次 所以劝禁嘛 就是如果继任者 不愿当皇帝 必须劝他当 之所以是劝禁三次 而是因为继任者 必须不愿当皇帝 必须劝三回 这才当 虽然这种礼仪 是相当的无聊 但是这是祖上传信来的 就脱个乱呗 和无数仙辈一样啊 朱游贤苦苦推辞了三次 这才勉为其难的 答应做了皇帝 接受群臣的朝拜之后呢 张皇后走到他前面 在他的嗝的边 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 说务食 宫中食 宫里本的东西千万别吃 这是新皇的上任之后 听到的第一句主词 朱游贤一下子就明白了 点了点头 事实上啊 张皇后有点启人忧天 因为这位皇帝大人早有准备 他由备而来的呀 找某些史料的时候 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 就藏在袖子里边 饿了就从自己那拿干粮吃 绝对不吃宫里的东西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 朱游贤举行登基大连 正式继位 在登基前 他收到了一份文书 上面有四个你好的年号 供他选择 明代每个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 这好比开店 你得取个好名 你才好接着往下干 所以选择的时候 必须谦虚谨慎 第一个年号 兴服 比较接地气 对吧 这只有点什么叫不好 第二个是闲家 只有点想了想 嗯不好 第三个叫前胜 这只有点 嗯还是不好 最后一看 崇祯 对了 就这个了 自1368年 第一任老板 朱元璋开店以来 明朝这家公司啊 已经开了259年了 换了十几个店名 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 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 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 崇祯呢 没睡着觉 他点着蜡做了整整的一夜啊 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害怕 极度的恐惧 因为他很清楚 在这座宫里边 所有的人都是魏荣贤的找牙 他随时有可能被人给干掉 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 都有可能是一个刺客 他不认识任何人 他也不了解任何人 而空旷阴森的宫殿里边 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于是在那天夜里 他坐在烛火旁边 想出了一个办法 度过了这惊险的一夜 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 对他说 让你等等 太监停住了 崇祯顺手取走了 对方腰间的剑 说嗯 这是一瓶好剑 来让我看看 但他并没有看 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 并当即宣布 赏了一个太监 这个太监很高兴 也很纳闷 然后呢 他听到了一个 让他更加纳闷的命令 你给我召集 所有的侍卫和太监 到我这来 当所有人来到宫中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韭菜 并被告知 为犒劳他们的辛苦 今天晚上就待在这 皇上请你们吃饭 人多的地方 终归是安全的了吧 第一天度过了 然后是第二天 第三天 崇祯静静的等待着 他知道魏忠贤 绝对不会放过他 但事实上呢 魏忠贤不想杀崇祯 他只想控制崇祯 而要控制他 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 所谓不怕你轻正连结 就怕你没爱好 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 只要是人 就一定有弱点 几天之后 他就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厚礼是四个女的 确切的说是四个漂亮的大妹女 男人的弱点 往往就在这方面 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 这个理论呢 还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对皇帝来讲 有一点打折扣了 毕竟皇帝大人 君临天下 要什么女人都行 送给他 那未必要啊 对此呢魏忠贤是相当的醒目 所以他在送女人的同时呢 还送了副产品 什么东西啊 就是迷魂香 所谓迷魂香呢 是香料的一种 据说这个老爷们接触迷魂香以后呢 哎呀 这个人整个这个浑身上下 就跟那个用了那些什么什么钥匙的 是不是啊 性欲大增 就此而言呢 这个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 管送还管销 但是他万万想不到 这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 没有市场效果 据这个内线报道 说崇祯压根就没动过那几个女的 因为呢 四名女子啊 入宫那一天 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找到了那颗隐藏的腰带里的药丸 在许多的史书当中啊 崇祯皇帝啊 应该是这么个形象 这很勤奋 很努力 任这个死理 爱干活 就是人比较傻 死干死干 王死了干 最后把自己干死了 这是一种呢 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用心险恶的说法 真正的崇祯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应该是敏感 镇定 冷静 聪明决定 其实魏忠贤 对崇祯的印象很好 天启执政那会儿啊 崇祯对他呢 对魏忠贤就很客气 见面了就喊敞功 哎呀 称兄道弟的 魏忠贤 这个小伙子够意思 我经过长期观察的魏忠贤 发现崇祯呢 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整天就衣冠不整 也不见人 也不拉帮结派 完全的搞不清状况 就这么一个人 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嘛 可是魏忠贤不这么看 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 告诉他 越是低调的人 就越危险 为证明自己的猜想 他决定用一办法 天启七年七月初一 魏忠贤突然上书 提出说啊 自己年老体弱 希望辞去东厂提毒植物 回家养老去 皇帝也死了 靠山也没了 主动辞职 你说就这个机会 那真正的敌人 是不会放过的呀 就在当天 他得到了回复 崇祯亲自召见了他 并告诉他一个秘密 他对魏忠贤说了 这个先皇 我哥个天启 皇帝临死前呢 跟我有交代遗言 要想江山稳固 长得久安 必须信两个人 一个是张皇后 另一个 就是长公你啊 崇祯说是这句话呀 我可从来不敢忘 所以魏公一个词诚 我是万不能接受 魏忠贤一挺 哎呀没想到 这个崇祯如此的坦诚 如此的和善 如此的靠谱 哎呀 我就放心了 就在那天 魏忠贤打消了 图谋不轨的念头 既然是这么一个 听招呼的人 还撕破脸 就没必要了嘛 崇祯没撒谎啊 天启确实对他 说过那句话 他也确实没忘记 只是每当他想起这句话的时候 都经不住冷笑 天启认为崇祯是他的弟弟 一个听话的弟弟 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 一个有点白痴的哥哥 虽然说呢 他就比天启小六岁 但是从个性到智商 崇祯都要高出一截来 魏忠贤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很清楚的 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 也是很明确的 就是找机会得干死这人腰 哎 千刀万剐 刨坟掘墓错过仰辉 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 要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极度的一个厌恶感 没有治国的能力 没有坚信的努力 却占据了权位 以及无上的荣耀 我得让这一切恢复正常 在这个崇祯看来 魏忠贤不过就是皇家的一条狗 有皇帝罩着他 谁也动不了他 现在皇帝换人了 就没人再管这条狗了 却依然动不了他 为什么因为这条狗 现在可已经变成狼了 崇祯很精密 他知道眼前这个敌人 有多么强大 除了自己以外 这崇祯呢 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 从大臣到侍卫 都是他的招牙 身边啊 没有盟友 没有亲信 崇祯是没人可以信任的 他得独自面对狼群 如果说贸然动手 被撕成碎片的 只能是他自己 所以要对付这个人 必须得有点耐心 不用着急 哎 慢慢玩 魏忠贤这时候开始相信 啊 这个崇祯皇帝 应该是我的新朋友 于是呢 在天启七年九月初三 另一个人提出了辞称 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 克世 他不得不辞职了呀 因为他的工作是奶妈啊 这份工作相当的辛苦啊 这个从万历年间开始 历经三朝 从天启出生 一直喂奶 喂到结婚生孩子 他都是奶妈 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 没人吃他奶了 那想当奶妈也没辙了 当然了 他不想走嘛 但是做做样子 总是得需要的 更何况 自己这个魏拼头已经探过路了嘛 崇祯是不会统一辞职的嘛 一天以后他得到了答复 推 这一下子可是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了 那不同意我辞职 干嘛统一克世辞职呢 崇祯的理由也很无辜 你看 皇上临死前就告诉我 要相信张皇 要相信你魏公公 别人他可没说呀 再说了 仙皇的奶妈 仙皇都死了 啊 我也用不着了 也应该回去了吧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 前任刚死就感人 这个事情 我是没做出来 但是你自己提的辞职嘛 对不对 不是我感人 我也没办法呀 于是在宫里边混了二十来年的 客的妈 终于走到了终点了 穿着丧服 离开了皇宫 走的时候呢 还烧掉了一些东西 包括天启皇 那小时候的胎发呀 手脚指尖了 等等一事留念 魏忠贤身边 最得力的助手走了 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 他开始怀疑 这个崇祯 别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吧 这一点点的 这是把我往深渊里推呀 不行 现在我得想办法 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 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 能不翻脸就不翻脸 第二天九月初四 斯里剑掌印太将王体前提出辞职 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 客室被赶走 还可能是误会 毕竟他没有理由留下来 又是自己提出来的 而王体前是魏忠贤的死党 对于这一点呢 魏忠贤知道 崇祯也知道 换句话来说 如果崇祯同意了 魏忠贤将彻底了解 对方的真实意图 那个时候 他将毫不犹豫的 采取自己的行动 一天之后 他得到了回复 拒绝 崇祯当即 婉拒绝了王体前的辞职 申请 表示 王体前乃 曹廷重臣 不能够随意退休 哎呀 魏忠贤一听 放心了 很明显嘛 皇帝不打算动手嘛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九月初七 两个月以后 是十一月初七 地点就在北直立合建府 府城县 那天深夜 在那阴森的小屋里边 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 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 是没错 致命的错误 就是这个判断 王体前没退休 事实上 这对王太监而言 并非一件好事 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 却惊奇地发现 事情发展变得 越发的扑朔迷离了 九月十五日 皇帝突然下旨意 奖赏太监 而这些太监 大多都是燕党成员 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在第二天 又传来一惊人的消息 都察院副都御使 杨索修上书弹劾 杨索修弹劾的 并不是魏仲贤 而是四个人 分别是兵部赏书崔承秀 太不似少卿 陈阴 还有巡抚朱同盟 还有公部赏书李养德 这四个人的 唯一共同点是 都是烟党 还都是骨干 而且都很无耻 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 无恶不做 把柄满街都是 但是杨索修就分毫没有提及 事实上 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的特别 不孝 经杨索修考证 这四个人呢 爹妈可都去世了 但是可都没回家守校啊 全都夺了情了啊 不合校道这个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当年那个张居正啊 就被这件事搞得半死不活的 拿出来整这四号 小鱼小虾子 太有意思了 韦忠贤一下子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因为这四个人 都是他的心腹 特别是崔承秀 头号死倒 很明显 猫头是对着他来的 让人很难理解的是 自从杨连 左光斗死了以后 朝着就没人敢骂 阎党了 杨索修跟自己 并无过节 现在突然跳出来 肯定是由人指使 而敢于主使者 只有一个人选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啊 却让魏忠贤 陷入了更深的疑惑 一天之后 皇帝做出了批复 痛斥杨索修 说你这个率性轻敌 意思就是随便乱骂人 经过仔细观察 魏忠贤发现 这个杨索修上书啊 很可能并非皇帝指使 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 似乎事前的也不知道 总之啊 这就是个突发性事件 偶发事件 但是呢 这个当事人呢 还是比较机灵的 弹劾当天 崔承秀等人呢 就提出了辞职 表示自己啊 确实违反规定了 从着安慰了一番以后呢 统一起个人回家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呢 他坚决的留下了一个人 就是崔承秀 事情解决了 几天以后 另一个人 却让这件事 变得更诡异了 9月24 国子监副校长 朱三骏突然发弹 弹劾自己学生 国子监监生陆万龄 这位陆万龄 之前咱们曾经介绍过 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 什么在国子监里面 建生词啊 魏仲贤应该与 孔子并列之类的 就是这些放屁的狗话啊 这都是他说的 连校长都让他给气走了 被弹劾的也不是件怪事 奇怪的是呢 弹劾刚送上去批了 皇帝的命令是 立即逮捕审问 魏仲贤得的消息 极力惊恐 哎呀 毕竟陆万龄 算是他的铁杆粉丝嘛 但他到底是老江湖 当即进攻 非常满意夸奖了他几句 表示这个件事啊 就到此为止了啊 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呢 魏仲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啊 回到了家 但是他并不知道 这还只是个开头 第二天9月25 他又得到了另一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他的铁杆 江西巡抚杨帮县上皇帝上树 夸奖魏仲贤 并且殷切希望能为魏公公 再修作祠堂 魏仲贤都快崩溃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啊 老子都快完蛋了 你这帮孙子还跟这拍马屁呢 他立即向皇帝上 说哎呦呦呦 修生死不对 我是反对的 希望一切都停止 皇帝的态度呢 出乎意料 同仲表示了 要是没修啊 就不修了 但是已经批准了呢 不修这个事也不对 接着修吧 魏仲贤并不幼稚 他很清楚的 不过是皇帝的权益之际 故作姿态罢了 但是接下来 皇帝的一系列行动 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了 几天之后 崇祯下令 赐给魏仲贤的侄子魏良清 免死铁券 免死铁券 这玩意 咱们之前介绍过 用法很简单 甭管贩毒的罪 统统免死 但是呢 之前咱们有一点没说啊 就是有一种罪状 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 就是谋逆 大逆不到 一个谋反 这件事情不行 没等魏仲贤上门感恩 啊 这个崇祯又下令了 从九月底一直下令 到十月初 半个多月时间里 封赏了无数人 不是升官就是封印之啊 就给儿子的 受赏者全部都是燕党 从魏仲贤到崔承秀 连已经死了 老燕党魏广卫都没放过啊 人死了就追着 生到太师职务这才罢手 魏仲贤这一下子 终于啊 是放弃了这个最后的警惕 确信 崇祯 好人 啊 这个朱友简太好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 魏仲贤判定 崇祯不喜欢自己 但是也没法控制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呢 只要自己老老实实的 不碍事 不挡路 崇祯也不会跟自己啊 玩命 这个推理比较合理 但是不正确 如魏仲贤之前所料 崇祯呢是有弱点的 他确实有一样 十分渴求的东西 不是女人 而是权力 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 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 必须把魏仲贤弄死 青蛙遇到热水 会很快的跳出去 所以呢 煮熟青蛙的好方法就是 温水 杨索修的弹劾 以及国者兼副校长的弹劾 并不是他的安排 在他的剧本里 只有风赏 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 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 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 经过一个多月 你来我往 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 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 在这片寂静当中 崇祯准备着进攻 可是 几天之后 寂静就被打破了 打破他的人 却不是崇祯 那么打破他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